来 等等 连心妹妹 干嘛去了 皇后娘娘命我去送了夏恩 她补品给仪贵人 才从锦阳宫出来 走什么走啊 我这阵子替皇上 插流言没沽到上面 今儿晚上我不等采 背后要等我啊 晴天白日的 你想做什么 再说了 你追查什么流言 你 我可是替皇上办采 即便是贤妃犯事 我也一样能把他办到 你也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一个奴才 皇上怜惜贤妃 你如何办得到 别胡吹了 我告诉你 做奴才的不能只有一个柱子 皇后和慧珠儿都很等我的 去忙你的吧 把人记得等我啊 把人记得等我啊 连欣 公公回来了 今儿菜样从西边出来了 公公当真辛苦了 喝点茶水 怎么弄得跟过年子呢 酒瓦肉都备好了 日子总要接着往下过 公公既是真心再连心 连心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 我的美人 你想通了 别着急 公公别着急 公公你看 公公若是着急 就委屈了连心 为公公准备那么多韭菜 这还有公公那药呢 对 吃药 吃药 今儿得吃俩呀 一个不够 公公 辛苦了 再吃些韭菜 不是 不是 跟我到礼物去 公公 咱们今儿玩一个 新鲜鲜的 好 新鲜的 我喜欢 咱们今儿玩躲猫猫 躲猫猫 躲猫猫是干什么呀 公公先待着 连心先去藏好 连心若是不叫 公公就别出来 若是公公找着连心 那连心任凭公公处置 任凭处置 好 好 就这么说定了啊 是 好 公公 你一定要听连心的 连心不叫 公公千万别出来 好 不好 人家 哪儿去了 真躲起来了 出哪儿去了 王公公 刚刚外头来人说 娘娘传我回宫当差 我去去就回 别别别别 别别 公公若是舍不得连心 那就随我一同去吧 别别别 我这正难受着呢 连心 等等我 别走啊 海岚 你看我画的这个怎么样 姐姐 你画的花都开了 春天也都来了 到底要进足到什么时候啊 别急 该我们出去的时候 自然就出去了 怎么跟鬼妃似的 我就是 贵妃 你什么都听我的 都听你的 你让我把贤妃怎么着 我就把她怎么着 那我就疼 真 疼 疼我 你走 你走 什么声音 主啊 外边 好像是贵妃的声音 贵妃 我们去看看 小心 快 小心 快 小心 贤妃娘娘 您不能离开 严谨的大门 我就在这儿看看 绝不踏出宫门半步 别动 别动 跪里 你们不想活了 走 盲亲这个狗奴才 真是吃了凶心豹子胆了 敢来冒犯本宫 宁晓晓晴 上来就拉扯本宫 是不是恶多了 是 待会儿 把她拉到皇上面前 我看她怎么说 请贵妃娘娘安 是你 你怎么出来了 吴义听见喧哗 不知贵妃在此 贵妃没事吧 我有事无事 不必你关心 事情发生在 延禧宫门前 我这才出来看一看 否则事不关己 何必费心 好 你竟然来看本宫笑话 本宫刚刚还在想 王卿为何突然出现在 延禧宫门口 来冒犯本宫 你竟然来看本宫笑话 是不是有人指使 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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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已经把皇上给请来了 来皇上驾到 落驾 皇上 皇上 臣君自侍奉皇上以来 从没受过这么大的羞辱 皇上若不替臣妾做主 臣妾可不能活了 李渔 不归被窃了 这儿 好了 皇上 这么多人面前 姑姑体骑像什么样子 来人 把王妾押过来 给我 送开我 送开我 皇上 过来说吧 王妾没惊着你的 臣妾无事 多谢皇上关怀 赶紧给我送开 皇上 事发突然 你根本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看王妾现在 还是满嘴胡说 连大总管都不认识了吗 为避免张扬 请皇上和贵妃 挪步到延禧宫 慢慢再问吧 好 这儿就接你延禧宫一用 三宝 龙才在 你用冰水 把王妾给浇醒 带她进来问话 然后传太医进来 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毛病 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毛病 这儿 你们去备着啊 是 你们都坐吧 贵妃 你见了朕 就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屈辱 说吧 把家伙的脸死掉 你先给你变了 不要糊涂我你 皇上 方才主经过延禧宫 想着贤妃娘娘禁足 心下不忍 所以过来看看 主刚到延禧宫前 谁知王公公从赵花门过来 没头没脑地就扑上了主 嘴里还不甘不敬 皇上 王亲简直是疯磨了 他一看见臣妾 就过来扯臣妾的衣裳 皇上 您看 您看臣妾的胸口 都被他扯破了 王亲今儿不是当职吗 怎么从赵花门过来了 回贤妃娘娘 今天晚上 不是王公公当职 所以他一早便回去歇息了 哦 咋啦 三姐姐 我被你脚多紧身吧 皇上 贵妃娘娘 主 王亲带过来了 知道我是谁吗 皇上 你赶 赶紧给我松开 皇上 松开我 王亲对贵妃一向理性有加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嘿 松开我 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灌满的黄藤花酒婚似的 松开我 皇上 宝贝的 奴才刚刚闻了王公公身上的味儿 闻着不像酒味儿 倒是有一股甜甜的异香 皇上 皇上 你怎么来了 发什么疯王亲 三宝 押他下去 皇上 皇上 以王公公现在的情形 恐怕什么都问不出来 他今日既不当职 便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头 奴才记得他屋里的莲心 今日也不当职 不如传莲心过来问一问 便能弄清楚王公公的情况 我 传联系 就